圓圓胖胖的胖虎却总是带着一点生气又厌世的表情 是插画家博尔玛大叔笔下的经典角色 正在松山文创园区展出的《我不是胖虎》周年展 透过四大主题展区 让粉丝有机会可以近距离接触 深入了解胖虎的成长史 展览就是最近很热门的插画 然后叫做《我不是胖虎》 那胖虎的话他的形象就是像这样子 就是胖胖的可爱 然后他的特点是他的脸 就是不是很 不是像一般的卡通插画这样就是很开心 他的特点是他的脸会有一点点生气 对所以会感觉会有一点点厌世 对所以会吸引很多不管小朋友啊 还是大朋友大人都会很喜欢 就是这么有特色的形象人物这样子 我们有做一个可以跟粉丝互动的那个3D场景 就是你这样看会有一点点远近的感觉 对然后我们可能就可以就是 我们还有设一个最佳的拍摄点然后站在这里 然后大家就是可以非常上向的在这里 跟场景做互动啊拍照之类的 对然后像第一展区他就是介绍说胖虎 他的名字就是告诉你说他其实叫做赵铁柱 这一区我们主要就是介绍胖虎的由来 然后跟胖虎的作者 你看像这面墙就是告诉你说他的作者是一个叫做 不热马大叔的人对是一个男生然后他 他就是原本他就有一些插画作品 然后后来他就这样子把胖虎就是创造出来 对然后就是会有很多人开始注意到胖虎 就是可爱的形象然后开始喜欢他这样子 然后这里就是介绍说胖虎的名字啊跟他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他是什么品种的老虎 这里就有写说他是大连东北虎啊 然后他有一个朋友是他的朋友这不是他的儿子 他是小虎对对对然后是他这里有写说 是他某一天从那个雪地里面捡到了这只小老虎 然后从从这里的话我们就相依为命 然后就是这样作伴对然后胖虎会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他的脸就是会有点点不开心对那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喜欢他的原因 就是有点点厌世所以才让人家觉得说很傲娇可爱这样 这里就是我们第二展区的slogan Who cares原画意思就是呢因为我们有把胖虎跟一些 比较知名的经典画作做结合像这一幅就是 戴珍珠耳环的胖虎对 它原本是那个吗对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对 然后只是他把胖虎的脸融进去就是让这幅画变得比较俏皮可爱 对那这一曲主要的重点就是 就是把东方文化跟西方的洋画做结合所以才会让人家觉得说比较特别 就是他把名画做的也像3D的感觉然后让群众可以跟名画互动 可以跟胖虎一起合照像这幅他原本就是那个 米开朗基罗对对然后他就把它做成就是像这样子比较可爱的形象 然后你就可以站在这里 拍照就是看起来比较可爱立体像画的话原本都是平面的啊对那我们如果做的像这样子比较立体 我觉得大家就也会比较有兴趣来跟我们的展品做互动然后这样子拍照起来我觉得看起来更有效果 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这只胖虎对所以我就特意来那个来看这个展览对然后又胖胖的圆圆的很可爱对跟一般老虎的话 那感覺就不一樣 就感覺比較接近人這樣子 對 然後你有在收集他的東西嗎 有 辦公桌的就有他的公仔 大家都很開心啊 像現在看到的民眾就是 大家不只拍胖虎 也可以跟胖虎一起拍照 就是我們把東西變立體了 然後就可以讓大家玩得更開心 全家大小就是大人小孩啊 大家都會跟胖虎一起合照 就是大家都會很快樂 像展區的話我們也會做一些 那個東西跟群眾可以做互動 然後像這邊的話就可以看 就會告訴你說 就是胖虎其實不只一種樣子 像這個是猴子啊 熊貓啊 然後跟兔子這樣子 對 那其實這個展區的話 我們比較著重在跟客人的互動性 然後有做一些就是好玩的小遊戲 對 像它原本是這樣子 它其實是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 對 然後你就可以猜說 看影子猜說它會是什麼東西 像這隻就是變成鯊魚的胖虎 對 然後犀牛胖虎 然後這裡轉過來是龍蝦胖虎 跟獅子胖虎 你就會看到一種胖虎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形象 而為了增加與粉絲的互動 展覽也設計許多互動場景 打造有趣又療癒的聊天室 另外也規劃胖虎幹仔店 透過各式各樣的周邊文創品 吸引民眾收藏 然後這是我們展區的最後一個展區 第四展區的 絕對不是因為我寂寞才跟你聊天 就會看到很像貼圖的照片 很像貼圖的圖片 然後我們這也是可以互動的 這些字都可以拿下來 對 然後這個也是方便客人拍照 對 然後這個字都是可以隨意換 像這個小的展區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 粉絲就是坐在椅子上 然後可以拍照 然後這樣子從這個角度看過去 就會很像是博爾瑪大叔 在畫你跟胖虎 對 這也有點立體的感覺 對 然後拍照也會 就是比較生動有趣 胖虎幹仔店 我們就是有特別打造成 70年代的復古感覺 那像我現在手上拿的這一支 是我們熱門的主打商品 是145公分的大抱枕 對 然後它就是真的很大隻 像我155 然後它145 對 然後就是主打就是這樣抱著 然後會有安心感 對 然後還有這一支 18公分的胖虎慢回彈 就是這個還蠻多上班族會喜歡買 因為它很療癒 它很舒壓的地方是像這樣子 你這樣壓它 它就會慢慢的彈回來 透過搞怪又療癒的經典插畫角色 為平凡的生活增添了許多樂趣 歡迎民眾到嵩山文創園區走逛 體驗文創的魅力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